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12月6号 小军姐的第一场live秀 即将要登场早上11点钟 我们有两场 第一场是宇北辰 第二场是陈伯伟 要来听听看吗 live秀来 跟小军姐展开第一场的约会 包括跟宇北辰 还有陈伯伟 现场的感觉 当然跟你看所有电视 或者在YouTube里 非常非常不一样 欢迎大家一起来哦 12月6号上午11点钟 不见不散 当然要赶快报名 先报先赢 我们12月6号见 小军台湾Plus的全球观众 大家好 我是吴嘉隆 今天来谈一个 有趣但是很诡异的 一个话题 跟选举也有关系的 就是长周期现象 美国长周期现象 然后再连接到台湾 可能也会出现长周期现象 英文叫做long cycles 是这样子 美国的大选里面表面上看 是共和党跟民主党 两党在竞争 在轮流执政 所以看起来两个党都有机会 但是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我们拉长时间 我们就是发现 美国历史上其实出现的是 朝代的轮替 就是有一阵子 共和党的朝代 共和党赢的几率大很多 民主党等于是赔榜的 另外一个朝代 叫做民主党的朝代 民主党很容易赢 共和党等于是赔榜的 所以美国出现的是 两个朝代的轮替 有一阵子是共和党的朝代 有一阵子是民主党的朝代 不是单纯的两党轮替 这个长周期现象 我来解释一下 首先就是说 这两个党 正如我在之前的节目有提过 这两个党 它的划分 是根据它所代表的 社会阶级的不同属性 来做区隔 美国的共和党 代表社会上层 代表资本家 代表精英 包括专业人士高所得 美国的民主党代表社会下层 代表劳工阶级 代表中低收入者 所以简称共和党是精英党 民主党是草根党 基本上是这样 然后选举的话 就是精英跟草根去角力 去争夺中间选民的支持 那么理论上是应该 两党每一次大选都在竞争 但是我说 其实我们是活在某一个朝代里 现在我开始讲时间来讲 美国的民主选举 包括黑人有投票权 妇女有投票权 这个都是民主改革过程中 才逐渐产生的 并不是一开始的话 就是这么像今天 你看到的这个民主的情况 民主也会演进 好那我们现在看 美国的那个重要的历史划分点 是美国联准会成立的那一年 1913年的12月下旬 圣诞节前后 这个法案偷袭成功过关 成立了 成立美国中央银行联邦准备理事会 简称联准会是这样 那是因为1907年出现了一个 很重大的金融危机 然后那个时候呢 没有中央银行 可是有金融危机 美国怎么办呢 很多银行倒闭破产 对不对 那怎么办 有一个人出来 这个人是金融大亨 他扮演中央银行的角色 他示范怎么当 做一个中央银行来处理金融危机 他把各大银行的那个执行长 全部找来 到他的豪华公寓的书房去开会 开会到后来人进去之后 他把门还锁 绑架了这些人 说你们不讨论出一个方案的话 我不开门 你们吃的披萨 我叫外卖 结果这些银行的总裁 最后被迫只好谈出一个 就是做出妥协了 谈出一个解决金融危机的方案 然后这个人才放大家出来 这个人这样做 等同于在扮演中央银行的角色 这个人叫做摩根 那摩根就是美国金融界的两大品牌之一 一个叫摩根 一个叫洛克菲勒 就是现在的 后来 洛克菲勒那边叫大通银行 就是原来叫做大通银行 现在跟摩根合并以后 叫做摩根大通 是这样来的 好摩根扮演中央银行的角色 处理经济金融危机 美国终于明白 他们不能再继续 维持原来的理念 就是不要不能设中央银行 美国终于决定设中央银行 1913年 从中央银行成立以后 从1920年开始 因为后来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到1918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 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联准会也成立了 好注意 从1920开始到1932年 这12年三次大选 谁赢呢 好你们猜 我现在告诉你答案 就是共和党赢 那整个20年代很特别 我们现在讲一下 插播一下 整个20年代 叫做中文叫做狂飙的年代 狂飙的20年代 英文叫做The Loring Twenties 疯狂的20年代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有一部电影描述那个年代 叫做大亨小传 英文小说叫做The Grey Gatsby 大亨小传 讲当年因为股票市场而暴富的那个人 怎么样的那个有奢侈的生活 故事里面你可以看到 好那1920年代也是爵士音乐崛起的年代 也是汽车工业崛起的年代 那个是一个那个中产阶级翻身的年代 也是一个信用卡引进来的 分歧付款引进来的年代 1920年代 好1920年代在共和党执政之下 我们现在开始插播下一个东西 就是共和党跟民主党的经济理念 经济路线的不同 共和党既然代表社会上层 这些有钱人 他的孩子要练什么学校 坐什么车子交通 还有住在什么社区有治安问题 到哪个医院去看病医疗 有钱人都有办法自己解决 所以有钱人的经济诉求就是一项 主要就是一项 减税 你政府不要老是克我的税就好了 所以共和党的经济主张基本上是三条 一直都这样 第一个减税 这个税减完了之后减那个税 然后这个减来减去 就是找名物来减税 然后第二个就是小政府 政府少做少管 尊重市场机能 政府不要老是要做这个做那个 然后就开销 然后再克我的税 因为要减税 所以就要让小政府的主张 尊重市场机能 包括健保 他们都不是由国家来办 都是由民营的健保 健保公司来竞争这样子 小政府第三个强大国防 共和党背后是大企业 国防企业这样 所以共和党的经济主张 基本上这三条 就是减税 小政府 强大国防 如果再补充一点的话 就是控制货币供给 控制通膨 那没有通膨的环境下 共和党这种主张是对企业友善 对企业有利的 于是企业开始投资 企业开始做研发 最后技术创新带来产业革命 然后产业革命就开始引来乐观的情绪 引来杠杆的作用 开始举债 大家开始 因为今天一直在滚动成长 最后带动的行业 汽车工业 最后泡沫化 泡沫的因素三个 第一个过度投资 第二个过度乐观 过度乐观 过度举债 最后过度重重 三个 就是合起来叫过度投资 我再讲一遍 泡沫的主因 各国历来都一样 就是出现过度投资 三个成分 第一个市场情绪过度乐观 第二个过度举债 举债买资产 就是那个农资教育太过头 过度举债 第三个过度重重 别人买 我跟着买 一窝蜂 这三个现象在各种泡沫里面都会出现 好 这个就是当年 1929年实业下旬 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出名的一次事件 叫做纽约道琼大崩盘 纽约大崩盘 从此开启所谓的经济大萧条年代 1929年崩盘 1939年9月1号 希特勒下令德军进攻波兰 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最后是用战争解决经济大萧条的经济困境 经济问题没办法用和平手段解决 最后用战争解决 那为什么 因为罗斯福上海以后推了新政 最后也只能把失业率从25% 下死人的25%降到14% 降不下去 二战开战以后 短短一年半 从1939年9月1号爆发战争以后 短短一年半 美国的失业率从14%降到4% 充分就业 所以最后我说用战争解决失业问题 好 那么讲回来 1920到1932 那是共和党执政 共和党执政执行共和党的经济理念 经济路线 对企业友善 会吹出企业的投资 吹出研发 技术创新 产业革命 最后过度乐观 然后过度举债 然后最后泡沫破掉 会过度投资 泡沫破掉以后 共和党下台 就换民主党上台 好 现在讲一下 民主党的经济思维 经济路线 第一个民主党的话 是照顾下层 所以他要开支 政府开支 这个要花钱 那个要花钱 第二个所以政府的大政府主义 共和党是小政府 民主党是大政府 政府要管很多事情 要照顾这个社会中下层 第三点就是很多社会福利 所以你看民主党会推动很多补贴 你看拜登上台以后 推动很多 以旧经济为名义 推动很多补贴 家庭补贴这样子 好 所以民主党执政的话 他的经济理念经济核心也是三点 就是公共开支 大政府 社会福利 然后呢 后面隐含的是什么呢 就是政府会进入预算赤字 然后呢大量举债 然后呢公共刺激的结果 带来通货膨胀 大量发债的结果利率上升 最后通膨走高 利率走高 最后呢民主党下台 那美国的这个民主党朝代 是以蓬蓬结束 共和党的朝代是泡沫破掉结束 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很多次了 好 现在我们来看 美国这个大周期 19刚刚讲 1920到1932 这个这是开场 三次大选而已 因为是联准会成立 跟一战结束后的开始算 所以从1920到1932 这个12年三次大选 全部是共和党赢 那其中有一个总统 叫做克利兹 他的经济路线 就是典型的共和党的代表 反映共和党的思维 结果60年后 被雷根总统放在 他的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克利兹总统的那个像 就放在那边 因为雷根总统执行的经济路线 就是当年共和党的路线 叫做减税 大家都知道雷根叫减税 减税小政府 然后强大国防 雷根发动兴计战争 要跟苏联拼个你死我活 用军备竞赛把苏联托缓 所以雷根的路线 现在回顾一下 完全就是共和党 传统的典型的经济思维 经济路线 所以共和党有他的思维 1920年代 最后泡沫破掉 然后民主党上台 收拾共和党的残局 收拾插屁股 从1932年谁上台呢 罗斯福 罗斯福是民主党 因为二战的关系 他做了四任 所以后来美国修宪 总统只能做两任 是这样来的 因为罗斯福是 那个时期 他胜选的四次 最后死在任上 然后换成副总统杜鲁门来接 那么从1932年 开启民主党的朝代 民主党的思维 开始来这个主导 然后来挽救共和党执政 所造成的那个泡沫破掉的 那个经济跟社会的困局 所以民主党开始出来收拾残局 共和党不行就换民主党这样子 那民主党上来的话 的确他开始采用罗斯福当年的新政 叫做New Deal 新政罗斯福推的新政 背后有我的母校 哥伦比亚大学的那个贡献 他们提出这样这么一个政策主张 那罗斯福采行的结果 把当年的大事业 事业率很大很高了 从25%降到14% 然后降不下去 后来是靠希特勒 帮罗斯福解决这个 大事业的问题是这样来 各位所有的海内博伦普 12月6号 小军姐的第一场live秀 即将要登场 早上11点钟 我们有两场 第一场是宇北辰 第二场是陈伯伟 要来听听看吗 live秀来 跟小军姐展开第一场的约会 包括跟宇北辰 还有陈伯伟 现场的感觉 当然跟你看所有电视 或者在YouTube里 非常非常不一样 欢迎大家一起来 12月6号上午11点钟 不见不散 当然要赶快报名 先报先赢 我们12月6号见 民主党的朝代成立以后 从1932年 注意哦 一直延续到1968年 1968年是谁胜选呢 尼克森是共和党 所以从1932年到1968年 这个期间总共36年 36年的话 有几次总统大选 各位观众你算一下 一次四年 对不对 36年的话就是九次大选 九次大选里面 你们猜民主党赢得几次 你就看答案是七次 只输给共和党有两次而已 哪两次呢 就是1952年那个大选 跟1956年那个大选 谁赢呢 是艾森豪 艾森豪从五星上将 脱下军装 到我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当校长 做了大概两三年吧 就出来参选美国总统 然后他当选以后 他的副总统叫做尼克森 那尼克森呢 这个八年后到1968年 不那个 在1960年的时候 他是以副总统之尊 代表共和党来参选总统 结果输给甘乃迪 帅哥甘乃迪 甘乃迪做完之后 到了1968年尼克森才代表 共和党赢得大选 所以1968年的尼克森 在1972年 为了竞选连任 他去访问中共 共产中国 所谓的上海公报 1972年是将来的 那现在讲的是 1932年到1968年 尼克森上来 这一段期间 九次大选 民主党赢得七次 共和党只赢得两次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段时间 叫做民主党朝代 或者民主党的时代 九次赢了七次 只输两次 OK吧 我们可以叫民主党 主党这个朝代 民主党的经济思维 他的经济理念 他的经济路线 主党这个朝代 1932到1968 总共36年 从1968年开始 共和党上台 美国从民主党的朝代 转成共和党的朝代 所以我说是朝代在轮替 并不是两党在轮替 是朝代在轮替 从1968年到哪一年 到2008年 小布希卸任 你看 从1968到2008 前后是不是40年 40年里面有10次总统大选 结果共和党赢得7次 民主党赢得3次 10次赢了7次 你说他是主导 可以吧 就是共和党是 1968年到2008年 这40年的主导者 OK吧 10次赢了7次 那输了哪三次 答案是这样子 1976年 胡特要竞选 连任的时候输给 卡特 1976年 那个是卡特 然后呢 1980年雷根回来 共和党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 老布希在1992年 输掉连任 所以1992 1996 这两次大选 是叫做柯林顿 对不对 他是民主党 其实柯林顿 虽然是民主党 但是他其实 走的路线 是共和党的经济路线 这里插播一下 就是柯林顿 是 他出生以前 他父亲就去世了 所以他是遗父子 然后他妈妈来改嫁给 一个叫做柯林顿先生的人 所以他的姓是继父的姓 不是他生父的姓 柯林顿是穷苦家庭出生 代表中下层 就是民主党的那个基本盘 然后他后来见到 甘乃迪 跟他握手 于是有了当总统的美国梦 后来实现 柯林顿 这个1992跟1996当选 这三次就是卡特跟柯林顿 民主党人当选总共三次 从1968年到2008年 这40年当中 十次大选 共和党赢了七次 只输给民主党三次 所以我们说 这个40年是共和党的朝代 那其实柯林顿 所执行的经济路线 也是共和党的思维 他虽然是民主党 但是他后来去读耶鲁大学 进入这个精英的那个层次 结交的都是属于社会精英 包括他的太太希拉雷 也是芝加哥的那个富二代 然后也当过 也去耶鲁认识他 然后也选过参议员 当过国务卿 所以希拉雷 虽然总统没有选成 希拉雷也是精英的 社会精英 他是富家女 但是柯林顿是一副子 是社会底层 这样爬出来的 爬上来的 但是因为他们在耶鲁念书 耶鲁是毫无疑问 是贵族学校 所以他打教导的对象 他后来的养成教育 是精英的教育 他是民主党 但是他走精英路线 他执行的经济路线 是共和党的思维 所以你看他用的人 都是共和党的人 包括联准会主席 葛林斯潘是共和党的 也包括财政部长鲁斌 华尔街出身 当然是代表精英 代表共和党 你可以这么解释 总而言之 从1968年到2008年 40年当中是 共和党主导的朝代 然后从2008年谁当选 欧巴马当选 欧巴马是民主党 对不对 他既是黑人 少数民族 他也是代表下层 然后呢 虽然他也是念过名校出身 但是欧巴马其实 还比较民主党一点 不像柯林顿 柯林顿是人在民主党 不过执行的是 共和党的经济路线 然后从2008年开始算 欧巴马上来开始算 进入民主党的朝代 中间只被川普打断了一次 有点像卡特 卡特把共和党的朝代 打断了一次 所以我们现在会发现 在共和党的朝代里面 民主党的候选人简直就是霸咖 这个没有竞争力 然后反过来讲 在民主党朝代 共和党不行 然后在共和党的朝代 民主党人都不行 你长得看到这种现象 这个1932年到1968年 叫做9次大选民主党赢了7次 共和党的候选人简直就是霸咖 然后从1968年到2008年 10次大选 对共和党赢了7次 民主党才赢了3次 民主党的候选人大部分都是 输家霸咖 类似这样 所以美国的长周期 是在共和党的经济思维 主导的朝代 换成民主党的经济思维 主导的朝代 这样轮替 大家知道2000年的时候 网路泡沫破掉 跟1929年那个 网路泡沫破掉很像 为什么 都是共和党的经济思维 主导的那个朝代 最后产生泡沫 泡沫破掉 后面一定是换民主党上台 收拾残局 历史重演 70年一次 我们称为长周期现象 我再讲一遍 1920年是汽车工业革命 相当于我们70年后的 那个资讯通讯产业革命 就是有利于企业的政策 鼓励企业投资 鼓励企业研发 创新 最后带来产业革命 我们1920年叫汽车工业革命 1990年那个年代叫做 资讯通讯产业革命 叫做ITRevolution资讯革命 是这样来 那共和党的那个路线带来 产业革命 最后带来泡沫 70年搞一趟 然后呢 共和党下台以后 都是换民主党上来收拾残局 因为那个时候 社会可能已经差距恶化 有钱的很有钱 那很多人就被挤压到下层 所以民主党 就是代表社会下层的这种政党 出来收拾残局 历史这样表演 这样演出 好 那么这个是美国的 出现的长周期现象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台湾这边呢 也有一种 微妙的类似相似 但不完全一样 就是台湾从地缘政治格局 跟价值观来看 台湾必须要做一个选择 就是真正的选择 在总统大选里面 是亲中派 亲中路线 还是亲美路线 那以地缘政治来讲 台湾没办法选择 因为台湾如果选择 中国大陆这边 美国日本那边会跳起来 台湾如果选择 美国日本这边 中国大陆那边会跳起来 所以台湾内部 如果一直在 蓝绿斗争 统独斗争 反而境外的两股大势力 一觉醒来 觉得没事 还可以继续吃早餐喝咖啡 就这样子 所以台湾从地缘政治观点来讲 不能选边 所以我才会说 就这一点来讲 台湾不团结才符合台湾的利益 因为台湾如果团结 就被迫要选边 你团结以后到底选哪一边 台湾不团结 就是说台湾有人选这边 有人选那边 台湾内部的分裂 反而可以让大国放心 我们还没有丢掉台湾 意思是这样子 但是 这是从地缘政治观点来讲 境外两股势力 一边中国大陆 一边美国日本的军事同盟 这两股力量 他们在台湾内部都有影响力 但是如果是观察角度 换成是价值观 台湾必须选边的时候 一定要选边 选民主自由这一边 我们不可能去支持 专制独裁那一边 所以从价值观来选择的话 台湾必须选边 才符合台湾的利益 台湾要选择 民主自由这个价值观 这个立场 这个阵营 是这样子 现在台湾的政治需要 变成说 要在本土政党 跟反共的政党之间 来做轮替 这样符合台湾选民的需要 现在变成说 国民党是亲共的 民进党是亲美的 那亲美跟亲共要怎么轮替 恐怕没办法 所以台湾的那个 民主政治运作 就出现一个 有点掰咖 跛脚现象 台湾需要的是什么 是两个反共的政党 两个本土的政党 来竞争 来轮替 这样的话 OK选民绝对可以接受 但是呢 现在看不到 除了民进党以外 现在看不到 第二个强额有力的 本土的政党 反共的政党 国民党以前反共 现在不反共 那国民党虽然也有吸收一些本土派 但是本土派好像没什么声音 不够主导 所以国民党变成说 有一点 这个残缺 不能符合台湾选民的 广大选民的需要 所以我再强调一次 就是台湾如果能够出现 两个本土政党 两个反共政党 来竞争来轮替 那肯定会让台湾选民 比较好做选择 是这样子 那如果将来出现的话 那么台湾就会进入 长周期现象 就变成说 有两个本土的反共的政党 不用在国际安全那边 来做辩论了 因为大家有共识 因为在价值观上面有共识 我们选择民主自由阵营 而不是选择专制独裁那边 然后开始像民主国家一样 正常化 台湾要变成一个正常化 或者我们讲 中华民国要变成一个 正常化的国家 让选举主要是在反映 中间选民 反映他们的经济利益 而不是整天在国家安全 跟主权受到危险的情况下 不得不做出一些 扭曲过的选举 因为台湾现在不是正常状态 不是正常的民主国家 民主社会 所以我们台湾现在的话 安全的问题压过了利益 国家安全压过经济利益 所以我们的选民 现在不是根据 正常民主社会之下 中间选民根据经济利益 来做选择 不是 我们现在变成说 安全压倒利益 那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我们变成必须 两个本土的反共的政党 来轮替 然后这两个政党代表不同的社会属性 代表不同的社会阶级 一个本土反共的资本家党 一个本土反共的劳工党 这样他们的竞争的话 就可以既兼顾国家安全 跟主权的独立 又可以来反映 不同政党所代表的 不同的阶级属性 有人为上层社会讲话OK 有人为下层社会讲话OK 那他们都是反共跟本土的 这样就OK了 台湾就会比较长日久安 那目前台湾还没有正常化到这种境界 所以我们的选民可能经常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做出不得已的选择 台湾有一天希望能够走向正常化 变成一个正常的民主社会 也变成一个正常的主权独立的国家 虽然我们现在叫做中华民国OK 就是说台湾必须要有一个正常的民主自由的运作 不要被专制独裁来打压 也不要被专制独裁来控制 这是台湾的一个长周期的一个展望 那这样的台湾肯定还会有源源不绝的创造力跟生命力 我们期待这样一个台湾的到来 我们参考美国的长周期现象 我们会发现代表不同社会阶级的政党 会形成一个朝代 美国出现的是朝代的轮替不是政党轮替 那我们希望或者乐见台湾将来也出现长周期现象 类似美国这样的一个长周期现象 由不同的社会阶级的政党 形成了朝代来轮替 这样的话说不定是一个很有趣的 一个现象一个发展方向 好以上谢谢大家 各位所有的海内卫国12月6号 小军姐的第一场live show 即将要登场早上11点钟 我们有两场 第一场是宇北城 第二场是陈伯伟 要来听听看吗 live show来 跟小军姐展开第一场的约会 包括跟宇北城 还有陈伯伟 现场的感觉 当然跟你看所有电视 或者在YouTube里非常非常不一样 欢迎大家一起来 12月6号上午11点钟 不见不散 当然要赶快报名 先报先赢 我们11月6号见 我们下期费员的约会 好看 我们下期费员的约会 我们下期费员的约会 大家 That's what type of border 好看 我们下期费员的约会 我一定会 ли 你给你费员的约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